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七年后 再度不断 赵天宇 静宇他忽然害羞 不好意思 很多刚刚演配角的 或一直没有机会 人家看看女主角是怎么演的 你这戏开机了吗 对 今天还是跟你说这事呢 居住不让我走 咋办啊 赵露丝 我想再等等 你想再等等 对 确定不是为了你要拍那部戏 哎呀 可惜啊 你要走啊 嗯 我觉得蛮可惜的 我可以毫不违言地说 你是一个 这个95后 非常出色的一个演员 感受力那么好 但是我其实到现在看了你三个戏了 人物完全几乎是一样的 对 除了胖点瘦点 就没有什么区别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老演这种戏浪费掉你 剧组是因为已经签了合同了 就是工作 问题就比较现实 我赔不了违约金 对 所以说 我必须对剧组每一个人负责 我也得对这个项目负责 演员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不得已的 即使他们想留下来也没有办法 我能体谅他们 拜拜 既然空出了这两个席位 那我们就给想来演技派的演员们一个机会 三位老师一直认为她是最优秀的 也给唐听生们一个转阵的机会 公平竞争 争夺最终正式的演员席位 我希望这种竞争让你心里拎个弦上了 你这个弦如果不掉得非常非常的高 你一松懈就别人取代你了 好 我电影院吗 这是要看戏吗 这么大的荧幕 这不是公开雏形吗 那么大一个屏幕 然后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你的毛孔那么细致 就会有一种好羞耻的这种感觉 别紧张的 因为她自己的证据还是会有点尴尬 哎呀毛 哎呀毛 抗屁我这次我 就好爽啊 以后要多组这种活动 对 对 你看第一排的人都没有表情 就是三的呀 所以我们来一瘦 好 上课 起立 大家好 大家好 休息的不错 一个个 对啊状态挺好的 每个人都那么帅 我看到他们头发我还有点不爽 赶紧剃掉吧 今天呢我们要看看片子 对我们前段时间的一个拍摄做一个总结 好 我们先来看片子 你多是躲不了了 来了来了 紫禁城里的小时光 哎呀天呐 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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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着看你嘴部特写 长台山镜镇的白米 这是上好的白米 我起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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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出一番了 我也是 我们都战死沙场了 这个眼神拉着这个小眼神 你不回来的 是唱了最后的起屏 一张眼中气 感觉不受光脚的 又来了 又来了这种鸡鸡鸡鸡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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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我们上了 我们的戏来了 一针一针的给我放 救我 我在那 我在后面 本太监去哪了 这段演得好 我觉得挺好的 这块很感动 对 这块好感动 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 为了让演员看到他们的缺点 所以让他看看 他们所有人看了片子后的反应 能不能在里面 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好了 我们第一集已经看完了 现在我想听听 大家对这次表演的一个感觉 没有参加的演员们 你们说出谁演得最好 谁演得最不好 说理由 好 从朱志玲开始 我第一感觉是敏慧 好还是不好 好 是好 对 好 那谁演得最不好 太难了 我这 我这 什么都好 路拉吧 她的问题跟我的问题也很像 就是我也会眼睛特别的眨 哥哥的好意 但照管预善法 可能是忘了台词 或者说是情感断了 好 嗯 好 然后看完了之后就感觉是 东关的恨可能多一点 或者就没有那么爱敬前哥哥 东关 你 能帮忙 帮忙 不能帮忙 滚蛋 滚 东水了 然后天宇就是 我觉得他是跟东关 肯定是很多年的交情了 然后他这个吃肘子 可能之前还吃其他的山珍海味 他肯定表现的没有那么的 感觉好像你就是在宫外 刚进来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 一样 这样啊 我把这个 从你开始啊 你随便挑一样东西吃 吃完以后我要求你要用 很做作的表演告诉我好吃 我要求是很做作的表演 来 一种一样东西 找这个吧 爽 好好吃 吃吧 是不是啊 还有能交流 真的 出眼泪的 一会儿不是我家的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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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了 为什么让你们做这个呢 老百姓未必知道你演的好不好 但老百姓一定也吃过东西 他会首先拿他生活中最日常的来要求你说 我吃东西好吃怎么就没那么夸张 你就麻烦了 露拉 你们都说针对的感情 但是露拉在宫里面的身份里觉得你是怎么样一个位子 为什么演出的时候那么厉害呢 为什么演出的时候那么那么厉害呢 一个厨子好像个武藏一样就 主菜要那么高傲的 好像你对食物没有感情 对 我觉得你要去思考 其实你自己已经明白了一些能够更好的一个感觉 然后杨子我觉得他演得非常好 就是他这个秀兰已经好的让我觉得 就是我心目中要的感觉 因为宫里的人就是没有情绪的 他把生宫的事故危机感都排出来了 我觉得他演得非常好 让人一见难忘 我觉得我后面真的要为他写爱情戏了 就像我之前承诺的一样 演得好我就要给他加戏 而且要给他加一场爱情戏 我仔细想了一下 能配得上倾国 倾城 秀兰的那 只有我们的美颜 King 赵天宇了 赵天宇 虽然我们两个这个体型上可能就是有所差距 但是希望我们拥有整形般的演技 然后演出CP感 来吧 赵天宇 秀兰 今天夜色这么美 你再多陪我待一会儿吧 好 来 再找找感觉 好 来 今天夜色这么美 你再多陪我待一会儿吧 好 来 铁转身 往前走一步 今天晚上夜色这么美 要不你再多陪我待一会儿吧 去吧 可能第一次是你俩演戏 对 就是那个感觉现在还没出来 对 其实我说实话 我真的从杨子的眼睛里边没有看到那种给我的爱的讯息 很冷漠 你要不再多陪我待一会儿吧 一个冷漠的眼神 一个冷漠的语气 不行 所以我在他身上找不到爱 很正常 因为我本来在剧情里就不喜欢他 对 对 在外面你们都不讲话的吗 你们 好尴尬 一出来一边一个 谁都不理谁 我们这旁人看的也说不上话 格格就不必多费心了 格格 哎呀 搭配是需要男女主角彼此有荷尔蒙 他们对彼此有好感度 那个好甜 你尝尝 恋情未满 朋友稍微过一点 那个感觉是最能演出CP感来的 建立CP是需要时间的 他们聊聊小天 我们今晚做什么 我们生米煮成熟饭 挽个小手 看看彼此 还有就是身高外形的匹配 男孩一抱能把女孩抱没了 这种感觉 还有表演的方法也非常重要 他们得是顺便的 两个人如果一个是很外话的 一个很内心的 那也不能演成CP感 有想过后期去培养一下 你们之间的这种感情 我觉得主要是我应该让天宇 好好培养培养 他爱上墨 不然他不好演 今天没有戏 为什么出现在明星宫呢 明星宫好玩吧 风景很好 来看一看杨子什么时候收工吧 然后约他出去 你不是约他出去 你不是约他出去 一块出去 玩一下吗 有什么问题 见 我先录个节目 好 好好好 拜拜 妈呀 哈哈哈 等一下给我吸个油 哈哈哈哈 忽然害羞 那现在是要去 吃饭了吗 你怎么就知道吃饭了 你怎么闹得都是吃饭了 好像没什么事可干 能不能想点别的 杨子他非常喜欢吃火锅 然后结果他早上收工 早上带他去吃个火锅 确实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场景 然后那火锅店桌子又很大 我们俩的隔得有点远啊 就是 那时候还比较生的书 给 给你喝酒 来 谢谢 你啥时候录的行呢 我是从一六年八月份就开始做短品了 然后做到一七年五月份才有火 不然的话我会应该会转行的 我是一个非常识时务的人 我现在这个公司 其实之前就找过我 然后他就说 你回头你要回国之后 你要是没有什么工作你就过来 我们随着给你留位置 是这样的 回国他们说有个节目 然后问什么节目 他说明之子 然后说明听着好吐啊 我真的我对马步骞他们第一印象 他戴个帽子 然后大耳环子 挂着特别转 然后插着口袋 人家走路 这都什么人 我的天哪 他生活里不是那样的你知道吗 他生活里特别 客气 这也有意思马步骞 老马可有意思 你的这个面容跟毛毛有一点像 你知道吗 真的有点像 因为好多人爱着我 就是说 你怎么毛不易这么小 他是一个喝多的时候 会拉着人的手 说一些伤唇悲羞的话的男人 真的 我特别害怕这种 就是你听着你会不知所措 火格电影那块 就是一个相互基础了解的过程 可能只是觉得 他是一个嘴巴还挺毒的人 因为他经常开一些玩笑 你又觉得很有道理 又觉得好毒 我 断了手的心情 长得很像刘帅 这个东西 这个玩意长得很像朱元宾 我好想给你拍下来发给他 就是如果路人看的 肯定会觉得 这是一个大型的婚旅行 你知道吧 就是 恋爱的我们 就是这样 蜡木扬子 绯闻 经蜡木扬子 敬你他 你是赵天宇敬你他 哎呀 好害羞 谢谢 谢谢 我不是在强迫你 我不害 没事 这样我还来得及 没关系 因为我怕你真的恐高 不会 这都是小儿科 都是不能照顾 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 大哥 爸爸 爸爸 我的妈呀 这什么玩意 让我们一起感受 爱的魔力 转圈圈 啊 啊 我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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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好吓人 哈哈 妈呀 鱼 亲儿你不是比较恐高 我不害怕 我其实不害怕 我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 没有我怕的东西 别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别别别 别别别 生起来了 别动 对不起我不应该笑 但我实在是笑出了声 他越来越高了 在他恐高的那一刻的 展现出那种小孩的状态 就觉得 还是个弟弟嘛 五重超质感美颜 照亮你的美 本节目由Vivo S5系列冠名播出 甄选全球设计兼货 本节目由设计兼货 真选官红星梅凯隆特约赞助播出 认真选好车 本节目由直选32手好车的大艘车加选赞助播出 演技在线 颜值亮眼 本节目由专属颜值官樊蜜林赞助播出 天然卫生巾 宠溺自然入戏 本节目由恒安集团Space7赞助播出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员 那么是谁呢 有请我们的李嘉欣老师 演员高水准的演出能力是必备的 除此之外还需要有灵气 勤奋和比较广阔的知识面 请问这位小姐来这里有何用意 我来这里当然有目的 因为以前也没有什么参加综艺的节目 所以也期待自己有什么火花可以出现 好美好美 好美好美 请坐请坐 好奇怪跟她的缘分 我给你拍的第一个电视 对是不是 对对对 花月扎棋 喂 喂一群兄姐 我等你两个钟头了就直到办公了 哪位啊 在你后面的位置 他演的是一个富家公子 那时候穿的跟现在差不多还穿一个毛衣 有一个夸 哇你都还记得 记得记得记得 就戴什么手串都记得他 我就还问你 你的出生要戴那么多手串吗 有那么好的品位吗 就跟着导演说你别管他美女的事 哈哈 还有跟着 哈哈 我想跟李嘉欣老师合张颖可以吗 哈哈 大型追星现场 那我给你一个提议 就用那个S5拍吧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一二三 李嘉欣好漂亮 今天我们教学的主题是 怎样表演爱一个人的感觉 因为我们主题是爱情 你觉得爱情是什么 爱这个东西它 那学习到呢 每个人人准见人 智了见智啊 爱情有各种方式 它没有一个确定答案 爱情是一种 不被束缚的 是某种冲动性的心理 是某种生理和化学上的某种反应 哎呀 这个问题好深奥啊 爱是什么 不 不 不 这道题我不会做 太难了 好了 我们现在要来公布一下明天考核的演员 第一是在这里面没有拿到角色的所有演员 再加上周露拉 周露拉也得考核 对 因为他这次表现有一点点不太好 周露拉 我要让你跟两个男生搭两段不同的兄弟情 不参加考核的王赫论和王玉文 他们两位来帮你们做助演嘉宾 但他们不承担任何损失 好吧 然后就是新来的所有的旁听生 有一部分外面的人他们希望来踢馆 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一次面试的时候 最遗憾的就是苍容 来了 三位老师一直认为他是最优秀的 我知道 我特别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要不然我不会吵了这么多次我还可能在一起 来 洛书 加油 好 感谢各位 这次来我还是挺激动的 大家好像也没怎么变化 但是也会有压力 是真的 第二位 黄兴尧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回来 喂 你好 西洋饭店 他当时被淘汰我们觉得挺可惜的 所以我们希望再给他一次机会 洛书 下一位 姚童 正好 傅晓鲜 于了一 最后一位 邱鹤南 我们这次考核一共留十六个人 八男八女 女的淘汰一个 男的淘汰四个 真的挺有压力的 因为几个女生都很优秀 你来不一定能留下 心里还是比较忐忑的 其实我会害怕被踢出去 蛮害怕的 因为我作业还有之前的表现 都不是到非常好 所有女生初恋 你们面前有十一台 Vivo S5的手机 请你们每个人挑选一台 然后拍下自己的自拍 然后放回去 男生们来选择一台手机 那个男生就是你们的搭档 然后 如果抽到空白手机 就要等着跟周璐拉演 打乱一下 好 昌龙第一个来选 这是谁 这是谁 这是王玉文 王玉文 来 牵手成功 第一队牵手成功 我的天啊 你们你们先牵一下手 用外侠 第一队演 暗恋 看看是谁 张楠 牵手成功演 暗恋 郑秋红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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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演出列 最中间的后面 没有 没有 就等着跟周璐拉演 啊 哇 哇 兄弟 一群 哎呃 路延棋 你们是出列啊 ok 摇头 你们是热烈 啊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也跟周璐拉演啊 不小心给我演热烈 黄兴尧 你们是实列 哎那我们就是跟王后润吗 谢冰冰 败王后润 谢谢 你们也实列 我偷偷指教 我偷偷指教 我怎么感受我的爱情 加油 好 所以我们分为两组教学 一组呢是理论 一组是实践 那理论这边呢是靳初老师 跟宋文老师在棚里面教学 实践这一组呢 就是跟着郑宇老师 跟嘉欣老师在片场教学 然后至于你们选择哪位老师 你们就自己去这位老师的 待的地方了 好 今天我们爱情是主题 我讲不明白什么是爱情 但是我看得明白什么是爱情 在表演爱情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说白了就是连汗毛都打开 瞬间接收对方的爱 你感受得到以后 你要怎么还回去给他 这个是不能再提前做设计的 我给你们做一个 特别简单的一个小认识 你没有跟他打包 没有 OK 你们两个站出去外面 你们两个正是相爱 特别浓的一堆恋人 就在山顶上等日出出来 周围没有人 我的要求就是一句台词都不要说 我看你们两个能不能互相 feel得到对方 我们看的观众 一旦有人 你看到有一个小细节 就能看出爱是吗 对 你看出这两人是有这个爱了 你就说有 来 开始 我 我 在我 在这儿 在这儿 就能看出爱 在这个爱 我 有 我 你 在这儿 有 好 停 这个东西啊 就看你对方接他的那一瞬间 在不在时机当中 刚才有一个小细节 傅小仙突然间就演 日出开始了 这时候周大为 所有的心思都是还在看他 但周大为很聪明 看了三四秒 发现不对劲的好像 他也去看日出了 这就叫同步接收到了 这个同步是不需要用眼镜来交流的 所以说演爱情怎么演 必须要能接收得到默契 来 全员准备 摄像 景别太紧了 你连人都没矿泉 来 往后退 曹妍 已经无路可退了 那还有其他什么办法 哇 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 超大广角 好 来 超大广角与就位 三 二 一 打插 你们这有点拷不下呀 我有一个超广角 来 来 一二三四五 你帮我拍的好快啊 这个超广角果然厉害啊 因为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爱情 那么这次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能够让贾行老师跟郑宇老师 展现神一般的演技 给我们拍一个短片电影 就是我写的杨贵妃 嘉欣姐刺隔那么多年 在以古装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 想想真的太期待了 而且郑宇老师的古装形象 相信大家也没怎么见过 希望嘉欣姐这次能够演得开心 然后能成为我下部戏的女主角 出大巴吗 好 太好了 师傅好 好 您好 你好 来 好 坐吧 好 你坐里面呢 那我坐里面 对 因为要用 要给镜头拍到 你们对机器要敏感一点吧 那穆杨姐你去哪儿了 这儿呢 你去美国是 牛耀 走童装收还是走成 时装 商务女装 老师平时就像你现在准备工作 就去现场路上会先 没台词 不是我要看长恨歌 因为他是有个典故 现在长恨歌那个唐明皇是 他要送杨贵妃马渠波沙坡 江山美人他要江山了 所以 你要准备就是这个时刻当中 他处于那个什么环境 就是镜头没有拍到的 剧本没有写到的环境 你们这帮老爷们能不能坐后面啊 谁呢 你看这些老爷们往前挤啊 全都往前挤啊 挤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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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死你们 不是有人近视你知道吗 近视看不起的时候 走完屏幕里去吧 来 走一下 好 嗨 先拍怎么了 先拍那个尾巴 对尾巴那边 那个贵妃已经自尽以后 郑宇哥气场很足 到现场之后 首先去熟悉环境 那好在哪里 这里吗 然后呢问了导演说 这个是什么机位 景别是多少 有几个镜头啊导演 这个是第一个镜头吗 外面 对外面第一个选你啊 哪个 三个 等一二二二三好 哦 这回可以这不一样了 吼老师 胡子哪个是郑宇哥 这个王婆的 这个郑宇哥 这个男子呢 对啊 怎么戴着胡子 我觉得认不出来了 可以吗 等一下啊 等一下 好好啊 慢慢来啊 在还没有开拍之前 他就已经在那个人物的状态里了 就像他课上教我的一样 就完全沉浸在那个人物里 然后等到快开拍的时候 就前面可能会有很多工作人员 他就让这些老师给他让开一下 好 可以清理人吗 有什么没有事的人 能不能让一下 好像这边 可以看到郑宇哥是一个非常讲究 真听真看真感受的演员 好 你看 老师在酝酿了已经 你看老师酝酿了 一直没眨眼 好牛啊 那场戏是唐明皇 然后赐死杨贵妃的那场戏嘛 但是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很饱满的 所以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的 在心理变化上面 他是不想让郑伟男 郑只好陪他演郑主席 让他揍得安心 通杀之夜 他会变成舞台玉了 开始 你觉得贵妃没情节是吗 贵妃只不想就不为难 我能不能呆认我 他就不介意 赢得安心 这次背重 你看 那种赢得安心 你合作 你合作 是吗 我跟他 我们姐 帮忙 我说 我看 您看 你都看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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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当时看的时候 大家都是特别有感觉 那机器在哪了 就不用远景着吧 对 先拍拳吧 啊 先拍拳 对对对 吴仁义老师 他对镜头的感知 还对整个戏剧的一个把握上面 是非常有经验的 然后作为演员来说 您觉得在片场能学到什么 片场要学到跟机器配合 好 这里慢慢走 走 还没伸手 到位置 看着 这里 全的吧 全景吗 你要 哦 这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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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这个 你要照顾 说机器不然你 你的情绪就白费了 你知道什么时候放更多的情绪 是佩克的镜头吗 来 三 二 一 开始 吴仁义老师这一段表演的心中线呢 照顾了所有的机位 你看尤其是这个抬头动作 他既巧妙地展现了对贵妃的思念 又完美地配合了我们顶机位的一个拍摄 把人物的情绪表达推到一个高潮 像吴仁义老师的力写之处呢 我觉得是 他会根据镜头颈培的不同 来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收合放 让观众在画面里看到的永远都是他最恰当的表情和动作 也就是说他这个表演节奏基本是我们成片的一个剪辑的一个节奏 你像吴老师这种精准又连贯的表演 完全可以是称作教科出师的表演示范了 像这种好的演员呢 就是我们拍摄起来比较快的 基本就大概一两遍两三遍 这行 我今天就可以减肥了 要么吃不了东西 好吧 这里有冰可乐 好 他们没有冰箱吗 这里 我们就到了 看一看了 现在心情就没有了 心情 有一点点紧张 就是要去享受那个很久没有演戏的感觉 我们应该是广东话对吧 是啊 广东话 嗯 三郎你领掌 那你就对一次点一下 是啊 我们领掌对对对对 啊 好了好了好了 好 对一下 对一下 一边坐下来 先坐 然后坐在这边张望着外面 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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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对一边 安静安静安静 哦 不讲话了 唐明黄什么时候决定要送他去死 他进房间找杨卫菲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 那为什么要决定之后才进这屋呢 我觉得还是没决定进去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有两个选择 如果他们他已经决定了进去就看他最后看最后一面了 就这个惭愧更多 所以如果没有决定了这个了就比较可能好玩一点 因为突然间他就把一个粘刺过来了 还没决定 但是原来你已经帮我决定了 他这个动作就帮他决定了 特然戏剧的张力就有了 对 这个演的很简单 你怎么思考才是一件大事啊 贵妃大力不当 请皇上立即处死贵妃 看看你怎么样可以 就是你中下决定我做到这样的那个感觉 可以吗 就是你怎么样可以 就是了 你明明是不是我玩 嗯 看完剧本之后我希望演绎一个活生生的杨贵妃 男拍就是杨贵妃她的心里的状态是其实她要演一出戏为她爱的人牺牲 我觉得这个信息是希望表达出来的 你是不是要她要有一个最后的亲密的一个 对对对对 还有那个披风啊 我觉得再披上去她就不美了 婪斩妃她的变化真的不大 她很会带戏 坏速的她会护及片场上很多很多的安排啊 因为她自己她太清楚她自己想要什么表现什么 来 赶紧 来 三 二 一 冬冠 对不起 我都 都太气息了 你给我没 你给我没 我没想到跟你要干嘛 我说 其实两位老师在演的时候 其实都是很克制的爱 很好的演得出来 他们人物的内心的一个 纠结和斗争 看了真语歌和佳音姐的这个表演 确实感觉学了很多 唐朝天保连间 唐明王宠信杨贵妃 任用杨贵妃的哥哥 杨国忠为右上 自使天怒人怨 民不聊生 泛阳节道事安陆山 伙同手下史诗明 陈记造反作乱 战火蔓延至长安 唐明王带着杨贵妃仓皇出逃 军队含着马蜜坡 陆军杂贵杨贵妃兄妹 祸水不过 逼使唐明王将其处死 皇上 皇上 他们真是不肯放过贵妃了 皇上 江山为重了 贵妃何故 皇上 各位将士要的不是贵妃死 而是皇上的决心 如果皇上肯为了江山舍跡 而放弃最心爱的人 他们就会觉得 此番救格的牺牲是值得的 皇上 不可以再犹豫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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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姿 姿 皇上 女皇上 吴 三郎, 你來了 外面這麼重, 發生什麼事? 你哥哥楊國忠, 橫領朝剛 被張帥門斬殺 他辜負盛恩, 沒過一世 玉冠, 對不起 皇上寵了我這麼多年 對楊佳恩總如山, 有什麼對不起? 三郎 我剛從夢見我們 初初相識的時候 我跳了一隻舞給你看 你說不好看, 我當時很生氣 當時你還是守皇妃, 我的意識苦 我不能夠明目張膽 跟你視我 還是想人家主義 所以你吩咐人送你 運上每一曲的譜 我一看就愛不釋手 然後用跳了一隻舞 把我沉睡多年的心都驚醒 然後我把你送中道館 又把你帶來我身邊 但若果對不起 我覺得我這樣再太自私了 若果不是 若果不是這樣 我這一生哪有這麼幸福 我已經很久沒跳過這隻舞 你還想不想看? 我已經傻了 若元 胡佳 皇上, 你幹什麼? 李隆基, 你不是月薇卻殺我嗎? 何必還在這裡假星星 你知道我等了今天很久了 你也要知道 外面這麼大陣仗, 我怎麼會不知道? 我原本就恨你入骨 想和你同歸於盡 何悉上天給我這個機會, 我很不甘心 何是他? 你恨朕? 你腐立紫色, 為會論上, 胖打鴛鴦 我從入道罐那天開始 已經恨不得適你的肉, 朕你的皮 那你這麼多年來對我會好嗎? 當然是假的 只不過想迷惑你, 讓你變成一個昏君 你看你現在, 像不像一隻喪家之拳 你瘋了, 你是不是瘋了我? 我沒有瘋了 皇上, 貴妃大易不當 請皇上立刻處死貴妃 閉嘴 你知不知道你什麼心臉未了? 我想見仇皇一面 讓他知道這麼多年來 我心裡一直都有他 謝阿敏 我心裡不太好 是, 宋貴妃雙路 皇上, 不可以這樣, 皇上 皇上, 不可以這樣, 皇上 娘, 你真的很苦 你明明…你明明都這麼喜歡皇上 皇上, 外面將事暴動 他又下定不了決心去殺我 我一個女人死不足惜 但是江山社職需要他 我和維燕這一齣戲 一來可以讓他下定決心 二來我死了之後 他也不至於傷心容絕 但是娘娘, 你的委屈… 你的委屈怎麼辦? 怎麼辦? 世上有誰無由不受委屈? 我沒有要更衣 此生可以和三落走這一段 我已經無遺憾了 皇上, 貴妃陽氏已經服發了 皇上可以起程了 你覺得貴妃無情節, 是嗎? 貴妃只不想就不為難 就不知我陪她演這一場戲 讓她做得安心 秋高下 Sign元 凍三娘 三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好 怎么样 好喝吧 嗯 好喝 来 我们吃饭吧 好 大家好 老师早 我今天坐他们这边 你要坐他们那边 对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旁听生的考核了 很期待你们的精彩的演出 然后就放松 我对你们很有信心 哇 还有 好像你们来这边 我觉得 你们就要接受批评的 我们责任就来批评你们 不是来赞美你们的 这个节目的出发点就是 把你们某一些不拒绝的毛病拿出来 所以别介意我们就是这样 好吧 好 第一队 表演的题目是失恋 不不不不 初欢 我爱你了 我真的爱你了 初欢 我爱你了 有点 你怎么知道 你最喜欢这个 你不可以 所以就再给了其他的 要不要 我生活中喜欢什么 我生活中喜欢 我讲不出来 我真的讲不出来 跟我后面讲得好 我之前有分手过一个特别一门心思的铺在我身上 他没有自己的生活 他会找各种理由来我家跟我一块待在我身边 以你为中心不好吗 我觉得需要空间 不喜欢粘人形 我一个女生我一直很爱她 她就把我绿了 然后我就不要她了 但是我还是很在乎她 到现在偶尔还会去看一看她的那个生活的病实一些东西 然后再说一个 就是我跟她说我刚刚说的 然后回来之后她留了很多小指引 就一些小细节 比如说这张面膜怎么怎么用 她应该怎么用 这个药你不要忘了吃了 你胃不好 贴在冰箱上的小便利贴 对然后床单她说给你新买的 哇塞这种挺难受的 我觉得她是会觉得我应该会特别感动 没想到我那么铁实心肠 如果合作的女演员不是你喜欢的话 你怎么让自己等她会有火火 就是我眼睛 我的五感前面会有一层滤镜 然后摒弃掉她所有的不好 然后看见她的好 比如说这个女演员腿粗 我就尽量不去看她的腿 开始 不行 我说也不像谁 她的白褚子 她的手 就像你一样 把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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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房子长好了 我的虎虎 你怎么回事 谢冰冰 干吗 我就想知道为啥 什么为啥 你告诉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你说告诉我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我这次又做错了 你没错啊 错的人不一直都是我吗 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 你别再说了 你告诉我 我累了 我累了 你懂什么叫累了吗 你累了 你一出去两个月 你告诉告诉我 你怎么给我安全感 又来了 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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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 这话说了多少遍了 我给不了 我要你给 我每次给你发 你哪次的给我回过 你这样特别让我窒息 真的 什么 看看你自己这个样子 哪个是 好 停 看明白了 我觉得 刚刚有一句对白 我认同就是很累 对 我自己看的有一点点累 今天你的你的头跟身体可以分开了 这个面部的表情还能接受的 但是上半身要来写冰冰的感觉 又来了 安全感 安全感 因为我很怕 你们年轻人用爆发力就 就这样就来一场戏 好 我说你一个优点 这是目前我看到你唯一的一次 叫不洒狗血的表演 包括刚才那个吵架那个地方 我还真觉得不错的 你以前演很多东西都把演成了一个 你觉得这不像是一个正常人 十九岁 十九还在上路而言 为什么会踩谁呢 对我刚 但今天你演的这个人呢 相对正常 起码你摁住自己 不要无厘头 好了 下一队 谢谢 加油 小星绿 没事 加油 加油 大卫 这个是什么 初恋 秋红和大卫 站在一起就很大 就会觉得很舒服 所以我只要看着他们俩 我就会觉得太好了 缩死缩死 就是这种感觉 他们俩好可爱 就是那种 都是那种每天都在笑的那种人 情侣装 怎么办 我好想看他们这个 我跟阿秋在练习的时候 有在那个瑜伽室 然后他在走廊上 然后还有在沙发上 笑这也很好看 我们就一直黏在一起 就想怎么样去 找到那感觉 就还没有在一起那感觉 我们到底有没有在一起 我们有在一起 我们有在一起 但还是要你签我 我不会主动签你 换姿势 就是一直 怎么样去签 没有了 就怎么样 然后就可能我一开始 就是这样 然后怪怪 因为不是通常男生 或是手 可以在这个方向 怎么签了 这 我那时候心里活动 就很开心 飞起来了吧 想到很久 想到很久 要怎么样呈现比较好 那后来也才决定 就用简单的方式 男生想去牵手 就 反正有爱肯定能看出来 没什么了 就是家人 闹了点不愉快 我们做演员的 长林在剧组 当然没有时间陪陪家人 肯定会有误会 当然会不开心 就是因为没有时间回家 所以我经常给家里吃饭点什么 可是他们 并没有特别开心 其实爸妈也都不图我们的 买点什么给他们 就是希望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 看看他们啊 我知道 好想回家 你别这样 那你知道这沙巴哪来的吗 哪来的 这是我们颜值和实力都在线的 红星梅凯隆送来的 他们一直在推广爱家文化 爱家日活动已经持续了整整十年 就是为了唤醒人们对家庭的关爱和重视 你怎么还突然打起广告了 还不是为了逗你开心吗 好了别难过了 之后多花花时间陪陪家人 用时间陪伴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开始吧 早餐 走 多走了 你要吃哪的 我要去馒头吧 要吃馒头 你要吃馒头 给错习惯 你等一下 等一下想办法 那你帮我打开 我想喝 怎么回事 每天买你怎么不看一下 可以喝 你因为想喝 那你带 这样喝吧 好 你干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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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咱 你 我上课了 早餐啊 等我 好甜 好甜啊 救命啊 我觉得很甜 第一次牵手的感觉 牵着就不想放 但是那个我觉得处理得很好 我真的觉得这是邱红 来我们这边表演最好的一次 你知道吗 当牵手的时候 那个肢体开始僵硬了 我们一下子我就觉得 这个少女心被你们给感染了 我很喜欢 邱红好几次 特别忐忑地有问过我们说 我的这个毛病能改吗 因为她不是从科班出生 我不要看见 这里面有一种叫熟练感 有炫技的成分 你看就是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 你已经改了一大半了 非常好非常好 这是我看见郑其红演的最好的一次 当然对不起还是有套路 现在2019年摸一下手 差点心脏没撅过去 你蒙谁呢 我70后都不信 年代改啊 这个是更高的要求了 很好很好 完成的很好 很好了 可以回去了 下一组出列 老师好 我叫昌龙 老师好 我叫王玉文 我们演的是暗恋 暗恋就是反复的试探 反复的试探 就故意去引起注意 然后想让他关注我 我就暗恋过一个人 一直没有通过 好几年 看到什么都想到他 看到一棵树都会想到他 他朋友圈要是点赞了一条 别的女生的朋友圈 我能伤心好半天 又绝对不会说出来 绝对不会 告诉他 很卑微的 那你这有点像我失恋的感觉 暗恋就是失恋 开始 咱俩一样 干吗呢你 你到这儿来吃呢 今天不能去食堂 人太多了 我有事跟你说 这是 只能咱俩知道 先吃先吃先吃 我 我就喜欢 你会有事跟你说 你也有事 嗯 你什么事 跟你一样 你也有喜欢的人啊 之前怎么不说呢 之前不是 没有气口吗 没有气口 没有气口 哎 哎 是这样子 说来你可能会有点激压 因为 因为就是 认识挺久了 一直在身边就是 你知道 就会可能有点突兀 我喜欢专门 笑什么 专门挺好的 真的吗 挺好的 真挺好的 会不会当我哥们 应该不会吧 说出来好紧张 你喜欢谁 我去说话 我没有特别喜欢的人 还是跟你开玩笑了 真的 我看你太紧张了 我想还击一些气氛 那 如果我这边怎么办 我要不要表白 我觉得可以啊 表白 嗯 太熟了 那你 先拿我试试呗 你就把我当成主演迷 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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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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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一点 收点牵强 收点牵强 还可以 哈哈哈哈 好 好 啊 可以的 嗯 我觉得很流畅 暗恋的感觉 是有出来的 放在心里面 那种感觉 我看得到 我觉得完成得特别好 对特别好 昌龙 一开始坐下以后 没多久 王玉文告诉你说 我有我喜欢的人 我有喜欢的人 我这么远看 我都明显知道 王玉文说的那个人 不是你 但是你却错以为是我 于是就按照这个方向来演了 这种就叫套路 好 如果你非得想让我们知道 这个男的暗恋 他其实很容易的 王玉文说 我能拿你来做练习吗 我喜欢你 说了几遍以后 他说还是不够诚恳 男的说 你看我说一遍 你沉下心来一说 全世界都知道那是真的 那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依然不妨碍 这是一段非常好的双人表演 可以了 马上天远 我在想 选哪个片段表演 哎呀 我也在纠结这事儿啊 想找一个又出彩 而且又适合自己的 我知道选什么 啊 标系标眼镜 真选有绝技 红星梅凯隆 真选全球设计监货 太机智了 又能给金主爸爸大广告 啊 可以可以可以 五重超质感美颜 照亮你的美 本节目由Vivo S5系列冠名播出 甄选全球设计监货 本节目由设计监货 甄选官红星梅凯隆 特约赞助播出 好了 看腻了爱情 我们来看兄弟请啊 我叫周鲁拉 老师好我叫朱志玲 跟志玲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就就会很格格不入 我其实跟拉哥气场 其实不怎么合 对就是从第一天开始到现在 都不怎么合 我跟他一个宿舍的嘛 就是我也不爱跟他聊天 他也不爱跟我聊天 我俩倒没有什么矛盾 就是说不上来的那种隔阂和一种 气场不太能够融入到一起 当他在一步一步去翻 Vivo手机的时候 去选人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当时特别恐慌 就是我害怕 不知道该跟 跟他怎么去去去演兄弟 去去交流这个东西 我跟拉哥我俩一块进去洗澡 然后聊起来 你现在住哪边 我现在住夜郊 我马上要搬夜郊 我现在住 是吗 这是缘分是吗 真的 你平时起手吗 接球传球没问题 拖个球我也有多能接到 那你很好 已经很好了 其实我俩性格都很像 昨天晚上我们聊天聊到四点多 然后我们两个的关系就越来越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好 没有去排练 真的是去感受对方 我就觉得互相了解吧 了解了之后才能去演这个角色 开始 这么饿了 赶紧啊 钱够吗 喝啊 咋了 最近不缺钱了 你怎么了 今天奇奇怪怪的 我问你缺钱吗 缺啊 怎么不继续让我借啊 那你借我 你是不是又开始玩了 这样 怎么 你现在开始不玩了 我觉得咱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你知道最近你爸妈给我打电话 我问你在干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咋说啊 你是你 我是我 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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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打我 还要我给你打呢 打打打打打 你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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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说看 我该怎么办 我已经戒不掉了 戒不掉了 好 停 看明白了 我觉得很好 那个兄弟那个交流 是很好 是 然后我们听听吴正宜老师的批评 对 不愧有一句好话给你们听 但是 第一句就给露拉 首先你这个 跟你以往都不一样了 这形体各样可能剃了光头 我蛮喜欢你今天 某这个状态的感觉的 有戏剧 正宜老师不是要批评我吗 为什么夸了我 这两个人都不应 都提升了 改变了一些爆发力了 好 那下一个了 那周露拉继续 好 谢谢 然后刘伟帅 还是周露拉继续 对 周露拉继续 期待你们表演开始吧 我就这俩菜啊 哥 这咋吃啊这 haunted 好 这衣服 新宿 你这也没有 好 你好 东西 我是四十三大 你怎么能搅拌了 你怎么没人搅拌了 你这又要活空气了 你再帮你 人家不想跟你呆住 有病吧 疯了 你至于吧你 谈个恋爱你干吗呀你 没谈过 再找一个不就完了呗 我找你找过的 你俩不合适 你知道吗 你俩往那一搭 你说怎么往那一站 你觉得你这头你 你熊吗 你这 停 我已经看不下去了 那个嘉欣老师感觉一下呢 嗯 感觉那个抢人女朋友的很强 是 在被破了水之后就突然间 你又站去中间开那个水 我以为你想 破回去是吧 对 但是又停在中间 所以我不是很明白那个位置 其实我反而觉得刘帅这个表演 我等着你怎么去圆你这个所有的事 因为疼得太久了 哥我求你吧 我们就是尽心尚爱呀 熟一点 你都给我 对我是准备坐下来就来这段 你这太来这一段 你明年来好不好 对不起 从他第一句说 你最近是不是恋爱了 你那个轻蔑的一笑 兄弟情就没了 从第一句开始 到了后面的表演是错误的 是的 刘帅我跟你讲 你没有演出兄弟 你只演出了无赖 但是 再怎么无赖 你后面要把兄弟情给圆到 你的 其实整个人物是不成立的 谢谢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的表演呢 已经全部结束了 然后呢 就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要探讨一下 究竟谁走谁留 你是出发了 因为最后一班飞机赶不上 那我们就连线讨论吧 去我的办公室 我们要给你打的 我们要走几个呀 我们要走几个呀 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 男生的放这一块 这样的 把男生放在一块 女的很难调 男的还好 今天她很可爱 对 对 就她们还好 你躲什么 没有 喂 上门听到了吗 谢谢 啊好 靖初听到了吗 哈喽 哈喽 啊 我 我们今天根据今天表现啊 啊 然后呢 我们要做一些抉择 你的淘汰一个 男的淘汰四个啊 等一下 张楠在里面还是挺好的 虽然是一个 比较无实物的这个情景 但我觉得还是演的挺实的啊 正好是跟那个 傅小泉演艺组的那个吧 对 别看了 先吃饭吧 每次咱俩待不了多久 就是到挖手机啊 姚彤大家都觉得OK 是不是 谁看不起你 你是我的潜力骨 这两个老实人真的很危险 行了行了行了 别这样 不要 别这样 开心七顿饭的走了吧 为什么表现分手最熟套的哭了 好 那么我们就先这样定下来了啊 好 OK 拜拜 各位经过我们一致的商议已经有结果了 然后呢 希望大家站到财中央去 我希望大家听到自己的名字 或者是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 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毕竟我们来这里是学习的 然后这里只是一个很小的舞台 我们还会有更大的舞台 这次没有参加考核 可以一直坐在那里啊 郑秋红转成正式学员 周璐拉 姚涛 朱元冰 陆元奇 姚童 朱智琳 周大伟 然后是 黄欣尧 汤荣 然后 正好 然后 谢彬彬 然后 张楠 也就是剩下的五位 我们要欢送他们了 希望能够再接再厉 一起能够继续我们的表演之路 好吗 谢谢大家 其实不太想告别 我们大家一起做了一个这么美的梦 就是自己审视自己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你认识了自己身上从来没有认识过的东西 在这个舞台上 你要大胆地去犯错 错了 至少有老师可以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做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收获蛮大的 Longing 很 Hyp Essa 走了 你加油 得到最后 有 svp 拜拜 拜拜 。 你们 你们 !' 它 现在 小时光开播啦 清朝乾隆年间 有位景贤哥哥 皇后为他指婚 门当户队的长旭将军 却不知 景贤早已对酒楼 少东家张东关心有所属 婚前 长旭将军请命出征 却再也没有回来 一次 景贤物宫意外与张东关重逢 此时的张东关 已经成长为 深受皇帝喜欢的御厨 大人 大人 对不起 小的该死了 小的该死了 起来 起来 这是干人的啊 没关你啊 下次注意点 好好好 慢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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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少 春少 你这最近怎么没来御膳房找我啊 最近 没时间 快说 是有什么事吧 没有 没有 那这样 今天晚上你到我那儿 咱俩喝点 今天晚上是真没时间 我得去见个人 今天不是你当职啊 不跟你说 走了 这是我这个人的风 都在这儿 好 那我就先帮你收着 等我二十五岁出宫了 咱们成亲以后 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秀兰 我这几天 每天都盼着你 你小心点 这可是御花园 这批性之所 平时很少有人来的 可这毕竟是宫女 像我这样的小宫女 若被发现与世卫私通的话 就完了 我还有活没做完 就先走了 快说说 快说说 这秀兰 可是宫里出的名的董事 招人喜欢 怎么就被你追上了 我其实喜欢秀兰很久了 知道有一天 什么意思啊 林有朴素 也有死路 白毛捆树 有女如玉 你 你们这个 天气干燥 要小心火毒啊 那只有白毛啊 鹿呢 这个荷包我收下了 等你的鹿肉 好 春少 你做侍卫 一个月放了多少呀 二十二两 那你每个月开销有多少啊 除了日常开销 请朋友吃饭 消敬上司 有时候还得给他们买点酒水 淹丝之类的 算下来 一个月也剩不了多少钱呢 这钱啊该花得花 但是该省还是得宰着 有你消敬上司的东西 我给你包了 你有什么办法 秀点东西 送点锦段 都可以吗 我啊看你是真的不会攒钱 我以后可是要嫁给你的 你这样没有一点积蓄 你们怎么办 何西北风啊 是 是我考虑不住的 春少 好 我是认真的 从现在开始 我就要谋划我们的未来了 你这样教我怎么放心吗 那这样 以后我的钱都给你管 这是我这个月剩下的 你先拿着 好 那我就先替你拿着 小蓝 今天夜色这么美 你再多陪我待一会儿吧 不行 我还得回去伺候娘娘 如果被人发现我这么久没回去 一定会有人找我的 是这样啊 没关系 两情若是酒常识 又岂在朝朝暮暮 快回去吧 那我先走了 这么说 你们可真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啊 而且秀兰又勤俭持家 还能为你们的将来做打算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有时候有点奇怪 书上说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别的情侣呢 没有事情也要找机会见上一面 但我就感觉有时候 秀兰有点 故意躲着我 故意躲着你 她说得也对啊 宫里人言可畏 我又只是个侍卫 她身在内宫 还是皇后身边的人 我跟她之间的事情 要是被别人知道了 于她于我都不好 只是徒增烦恼罢 你要这么地想 那不就完了 我 冬瓜 景仙 我娘最近不让我出来 我只能翻墙了 我说小姑奶奶 你这胆也太大了 你这万一摔着 怎么是好啊 我还不是为了建议你 景仙 你慢点 我娘要是看到我现在这样 硬是又要说我了 你这样翻墙出来 不会影响飞鸽名声吗 我怕什么呀 反正我以后是要嫁给你的 你喜欢我不就行了 我理会他人做什么 快走 你慢点 你让我歇会儿 你真慢 糖糊了喽 还没给钱呢 谢谢 那个好甜 你尝尝 这是啥呀 看一看 好吃的糖糊了喽 你吃吧 酸啊 嗯 弄啊 你的好厉害啊 你是不是知道 自从我爹去之后 我娘就生怕我出事儿 处处都管着我 每天从早到无时无刻 都怕老爸爸拼着我 然后让我做义女之后 她就变本加厉的严家管家 行莫回头 雨莫先纯 我每天都要学习 各种各样的群体说话 还有待人接客书 压着我都吵不过气了 我们最近要不还是少见面吧 如果让你 不行 我每天都想要见到你 真正喜欢一个人 不应该是这样 难道 不应该是天天都想见面吗 好不容易见上一面 更应该不想分开才对啊 你的秀兰 恐怕另有隐情 不会 宫里跟宫外不一样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种事儿要是被人知道了 是要掉脑袋的 我 春少 一个人喜不喜欢你 你应该最清楚在这儿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是不是嫉妒我 我年纪也不小了 这么多年没有女孩喜欢过我 我只是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侍卫 人家秀兰不嫌弃我 我有什么理由怀疑她呢 你听我说啊 不说 不说 人善被人欺啊 这个春少既然不领情 大人就别管他了 怕辛苦当职 家里又没什么钱 别被人 把家底都给骗光了 嗯 我得帮他一把 对不起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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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为何放如此多钱财于身上 皇上近日赏的 我想放宫中不安全 正准备拿去宫外钱庄 秀兰姑娘 听说你绣活不错 我这荷包也旧啊 今日又有缘能够相见 我想麻烦姑娘帮我绣一个荷包 好啊 这个再多煮一会儿 一定要注意火候 好啊 秀兰姑娘 大人 娘娘最近胃口不好 晚饭做个清淡谢吧 是 行 行 太谢谢秀兰姑娘了 我也不知该如何感谢 不如这样 这里人多嘴杂 今夜三更 咱们玉花园的宁香亭见 来 秀兰姑娘 大人 不知大人可否知道 男人找女人绣活包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好 那我先走了 等等 我是逗你的 其实我秀兰姑娘已经很久了 但不知姑娘是怎么想的 我都给你绣荷包了 你说我怎么想的 那太好了 这是天赐良缘 若有机会面见圣上 若是时机合适 定求皇上自婚 我们还没相处过 万一不合适呢 是我草率了 姑娘是想相处下来看 只是我们不能经常遇到啊 没关系 若是两情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上次见大人是要出宫存钱 是的 大人公共繁忙 不如将钱财放在我这里保管 我每个月都有亲戚进宫来探亲 他们可以帮你寻一个合适的钱庄 定比他臭保险 原来姑娘 对每个男人都是这样啊 听说就是她 真能骗人钱 嗯 我也听说了 咱们八七女子最重贞结了 哪出个像她这样的女孩 脸都被她丢尽了 就是 是 哥哥 他们是在说秀兰 我也听说了 她不是这样的人 我印象中她挺懂规矩的 谁知道呢 知人知面不知心 会不会是有困难 小吕你查一下 去个小家 没事 等等 检查一下 走吧 那边检查 走 大人 说 东西是谁给你的 不说是吧 两人 送去慎行寺 这儿 老婆婆去 走 走 老婆婆去 老婆婆去 大胆 老婆婆 见到哥哥还不赶快请啊 哥哥请一下 哥哥请一下 东西是我赏给她的 是 放行 是 我娘得了重病 这病只有京城的明医能治 但明医收费高昂 我想尽法地赚钱 平日里也做些针线活 但收入跟花销相比相差甚远 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才出此下策 辜负了春兽对我的感情 云生跟娘的病相比 没什么重要的 但对于春兽 我是真的很抱歉 只能日后找机会再报答了 你娘看病的情我出了 小绿 把银两拿出来 秀兰 你看这些够不够 够 哥哥的大恩大德 罗宾莫齿难忘 什么大恩大德 这些钱财与我来说 不过举手之劳而已 谁帮我补的 你衣服被送去了洗衣房 回来时就这样了 还有这件事 有吃的吗 看你巡逻一直没回来 因为你在别处吃了 也没给你留菜 我上冬冠的那样吃的去 对了 有人给你送了绿豆糕 好 头儿 这是这个月消息您的 不用了 已经有人把你给过了 你给我说清楚 衣服到底谁补的 绿豆糕是谁送的 他不是老说 快说 姑娘 我这个人呢 可跟你耗不起 我一旦喜欢上一个人 就会拿出全部的真心对案 绝对不管玩抹角 姑娘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日后 我们还是少来往的好 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前程 好 哥哥 小蓝 你怎么了 春兽还在生我的气 我做那些不过是想赎罪 并没有其他的想法 这样 我想办法帮你解这个结 冬冠 好 能帮我做几道菜吗 对不起 哥哥 您的身子金贵 而且也风噪了 还是请回吧 如果不是哥哥 而是作为你的朋友 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春兽和秀兰的事 你是知道的 秀兰心里觉得对不起春兽 但春兽却死了心 我想如果能用一顿犯人 他俩和好 不是一件善事吗 有什么话说出来不就好了 心里总有一件事堵着 多难受 咱们旁观的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要不要尝一尝我们家心上的山海灯 这有山珍 有海味 这山珍是决菜和卤笋 海味是桂鱼和对虾 再加上我们家祖传三代的秘方 和我这庙上的烹饪 这吃下去一口 能尝到山峰的清新 海味的鲜美 姑娘 你吃了这道菜 保证让你欲言永住 小姐 不好意思啊 小姐您就别生气了 你也气死我了 你也气死我了 真是气死我了 小姐您消消气 小 小姐 您还没吃午饭呢吧 要不然我把那菜给您端上来 我不吃 今天厨子做什么怎么这么香啊 是啊 我 我以前都没见过呢 而且看上去挺新鲜的 要不要端上来给格格尝尝 那尝尝吧 为什么不尝啊 是 这道是山海东 嗯 好吃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是你啊 我小姑奶奶 你可千万别喊 我要在这儿被发现 肯定拉到衙门 乱滚扎死 你怎么敢来这儿啊 我的小姑奶奶 你都生气了 我还敢不来 今儿那个姑娘啊 她就是一客人 我真的不认识她 真的不认识 我发誓我真不认识她 我不像你 无忧无虑 我要为我的升级奔波 我 也怪我自己 从小没好好跟我爹 学手艺 现在只能看别人眼色 时不时还得讨顾客欢心 那这次饶了你 下次 绝不会有下次 小顺子 凯总 是 事情就是这样 原来如此 是我误会秀兰姑娘 是我不好 这本就是我的家事 不应该把你牵连进来 还骗你钱财 好了好了 反正现在也皆大欢喜 格格帮忙治好秀兰娘的病 秀兰现在也后顾无忧 淳手 你要是愿意 大可重新追求秀兰姑娘 对不起 春少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了 其实我根本就没喜欢过你 真的对不起 如果你愿意 我们就认为亲戚 你把我当做妹妹 以后衣服破了 我还可以给你补 行 你没办法 她们estens 她们儿子 我食物你都不胖 她们临上 她们乱的女人 谢谢东关做的这一桌好菜 妹子 你的好一哥心领了 我这个破衣裳啊 总有一天会有人给我补 你看 我们能把人请来 大家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把该说的都说清楚 但是我有这感情勉强不来 勉强自己的人 总是找不到归宿 不勉强自己的人 总是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会公布两个角色 一个角色呢 就是一个胖胖的格格 是个吃货 所以需要增肥 胖女孩我拼了 别吃了 别吃了 我心想说你别吃了 另外一个角色呢 是一个肌肉男 他非常非常有力量 四 三 加油 加油 来 有一个嘉宾要给大家上课 帝王 集体给你们鼓掌 贡献了神医般的演技 是要什么呀 我要往里要 我们不是来当一个演员 我们的目标是当一个伟大的演员 别扣给我看啊 别在脸上演给我看啊 耍我们了 你觉得烦 我就想回家 我想躺着 躺着我也不想 我想死 了 大家好 我是陆延祺 开戏经常熬夜 让肌肤状态很差 还好我有凡逆铃 嘴高 明天重来 请多一点 跟我一起变美变漂亮吧 打开优酷APP 首页搜索演技派 更多精彩视频 等你来看 每周五十八点 演技派日常记 每周六十点 演技派开讲了 每周日十二点 演技派片场记 每周一十二点 演技派观察日记 每周三十点 演技营业中 每周四零点 光影中的演技派 2019年11月15日 18时期 登陆优酷APP 搜索演技派 点击演技派演员加油榜 向你喜爱的演员 注入能量 能量值前三位的演员 将获得参演 收官大戏的机会 收官大戏将以特级形式 在第十二期节目中播出 优酷普通会员 每天签到 可得两次注入能量机会 优酷VIP 可得四次注入能量机会 微博搜索优酷演技派话题页 支付宝搜索演技派 进入天天互动 参与演技派演员加油榜 两榜单 第一名演员将同样获得 参与收官大戏的机会 快来支持你喜爱的演员 助力他们成为实力演技派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 回老师们的作业 参与…… 参与睡前或论跃 是会要走了 大家心里都特别难受 我是演员 说真的就是很对不起大家 就是我发现我做不好 任何一件事情 带着我的遗憾 更加的努力 我不想让这个梦就这么停了 祝你们一切都好 雾念 你喜欢看电影吗 看完电影以后 你们一般聊什么 你们会不会聊 电影里面的演员的表演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将会挑选一些 我个人奉为经典的电影表演 来和大家一起解读 什么是电影演技 光影中的演技派 看穿演技 演自己 感谢本节目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首席战略合作伙伴 支付宝 重点合作伙伴 微博台网 微博综艺 绿洲 造 UC 银太 菜鸟 果果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在一个商场里面 有一个搬运工人 有个非常有钱的女士 他们俩看见对方了 很巧的就是 这两人曾经是夫妻 Francis 喂 嗨 你好 听说你不是在美国吗 是 飞机很快就到了 对现在逞人不容易 那些人 都要放什么架放什么下 我跟你妈通电话 她好像身体不太舒服 如果你有时间跟她多些联系吧 你们要聊什么 我一直跟她都在联系 她希望你到你 我告诉你 我过得很好 你叫她放心 她请人不容易 那你有空多一点陪她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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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是我 中文老师停了吗 停 好棒 真的好棒 有些戏是不忍心喊停的 尤其回去跟他说那几句话 人物就立住了 对 对 你不回来 这个表演就没有 但是等什么又好像不走 就问你一句 结果你回头就 你是等我这句吗 这个吴建宇还不叫我回来 我有一大段谈起还没说 这个就特别好 他就完全的把他交给对手 就是对对手的完全信任 这世界很酷 就我这儿子就会了 不像你儿子就会了 来吧 我这儿子就会了 我这儿子就会了